相隔14年,黄宗泽和消失在TVB已久的吴卓熙终于合作拍港剧了。献民,好期待! 刑男黄宗泽,Bosco,与吴卓熙,Ron,是同时期的近载演员,但原来二人极少合作过。2003年拍剧聚集至今,至少有14年没有机会遇上对方,到各自离开吴卓熙的今日,还在网剧演兄弟。 吴卓熙笑颜难得借网剧四个月的拍摄时间,终于与黄宗泽补回缺失多年的感情。 早年先后离朝无限后,去年在少市网剧《非虎之前行集站》再次剧投,饰演同父异母兄弟当,有大量对手戏。 讲到促成今次合作,除了少市高层乐意灵外,梁子都孝之前被苗乔唯有号召力,Ron笑说,叫三哥,苗乔唯,收便宜点。 他收太贵了,几乎是整套剧的预算。 每次一报,导演都拧晒头说又超值了,期望再和香港观众见面。 都想套剧有机会在TVB播,如果他们不播,可能就填不到三哥条数。 说起Botco在内地发展不错,他笑说,怎样都不够三哥来。 我们都是来配合他而已。 内地拍摄好不同。 生活上,拍摄和文化上都有不同,大陆拍都有它的好处, 因为个人长时间在外地,拍起来专注点, 因为没有朋友,拍完就回房看剧本了。 一起吃饭感情好。 回头竖起二人真正有对手系的作品, 已是2003年的电视剧机英雄,刀,少年,Ron笑颜二人在TVB时一直错过对方, 我们出道到现在缺失了的感情, 在这部戏拍摄个三、四个月补兰回来, 所以我们开工时感情特别好,一起吃饭, 回想起当时大家刚刚开始拍电视剧时, 和现在真的好不同,理解能力,演出反应,都已经长大了。 不少网友经常集气希望能凑齐奥运六星在合作, Ron笑说, 我好像有份稿事, 有一次见到粉丝将我们的照片组合在一起, 我看住那张照片都有感而发, 就post文说希望有一日一起拍一部作品, 其实一起拍几乎没可能, 或者各有各拍再组合在一起啦。 最新, 迪英美国监狱探子凶多吉少, 警方爆出惊人罪证, 这次李承宇也束手无策, 夫妇都哭了。 最新消息, 迪英儿子完蛋了, 手枪也搜出来了, 还有1600发子弹, 迪英孙鹏傻了, 神仙也难救他, 迪英监狱探子泪崩。 电价涨价IP, 王定宇这次又不要脸的拿出马政府出来救援了, 李游瞎爆, 网友看不下去纷纷炮轰。 美权威打脸迪英, 钱白花了, 王牌天价律师身份被起笔, 迪英孔城其口中飞扬, 4月5日, 清明节, 这几个生肖钞票夺得数不清, 买彩票中投奖。 台湾灵魂人物突然投奔大陆, 蔡政府惊慌吃错。 中国的这一拳, 打得美国有点痛。 国内最新油价预测, 4月5日至11日, 高铁出轨, 德国一次性丢掉600亿, 安全性第一。 英国, 幸好我的是中国制造。 全世界最大骗子去世, 留下14万个比特币。 徒子徒孙还在骗。 曝光, 乌统区部主席, 炮叶点诱, 吸, 毒, 被捕。 他嚣张欺负马华, 逼让楚敦拉萨国席给他上阵, 终于报应道。 玩玩了。 菩萨诞辰开始, 这几个生肖横财大发。 一定要去买彩票。